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T 开仓第一只精选港股是中国中铁390 内地加码穩经济一男子政策措施 资金及项目齐备后 年内基建投资增速 有望进一步期稳回升 中国中铁作为国内基建领域龙头之一 能够持续受惠 中铁今年上半年 累计新签合同金额有12000亿人民币左右 按年上升17.2% 中铁星期二会公布中期业绩 可以关注集团对下半年的展望 随着内地疫情改善加上新一轮 稳增长政策继续加码 基础建设设施业务下半年表现值得期待 中国中铁2022至2023年 预测股息率分别是5.5厘和6.1厘 股值和股息率都是吸引的 摩根士丹尼和汇丰分别给予目标价是6.2厘和6.7厘 公司上星期收布4.44厘 目标应该先看5厘 跌穿4厘就适宜止舍 第二只精选港股是太股A19号 太股A7月至今股价累计升超过两成 预测股息率超过5厘 以及业务结复苏下 组合将会坐稳并留意价仓机会 太股A凭着稳定分派一直是长线收息投资者的外股 不过港府新一派的银债保底息率高达4厘 加上预期本地银行即将上调最优惠利率 预期会抢走市场部分资金 对现价股息率只有4.9厘的太股A会有影响 不过预期公司业务将会持续复苏 预料公司的分派会提高 例如今次中期派息提高15%至1.5厘 市场预测今年全然的股息率可以超过5厘 而2023至2024年的预测股息率 分别达到5.3厘和6厘 在业务加快复苏的情况下 太股A的股息增长可望跑赢加息补伐 所以对有兴趣收息的投资者来说仍然相当吸引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Travelers Travelers是美国保险业的龙头之一 尤其在财险领域 美国今年以来天灾频生 令Travelers上季理赔急升 拖累了业绩大为倒退 但股仍然是跑洋大市 年初至上周四股价升超过9% Travelers早前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 核心顺利远好过市场预期 总结来看 撇除天灾因素三大部分 淨保费收入都录得大约双位数增幅 更加重要的是高通胀大环境之下 仍然有条件调高保费提升收入 随着公司在灾难再保投放上加大额度 未来几季来自天灾理赔的压力会获得舒缓 对业绩重拾动力将会有极大助力 股价有望继续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